欢迎观赏周军事频道的中国003航母有多强 中国的003航母的电池弹射器是由马伟明院士集团队发明的 它是采用中央电力系统 能够集中全船的电力驱动航空母舰 以致发射战斗机预警 飞离航空母舰 这是一个重大的工程 中国的003航母总共有三条电池弹射器 比起美国的福特级航母是有四条电池弹射器 不过大多数的时间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只用了三条弹射器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所用的三条电池弹射器 故障力齐高 一条故障其余全部三条都瘫痪 据资料显示美国的福特级航母想完成四天的最高强度作业 成功率只有7% 高强度的作业仅保持了一天 成功率仅为70% 中国的003福建型航母使用是中国的直流中亚电力系统 比美国的福特级中流中亚电力系统在安全性更靠 而且更加领先 至于在舰载机的部分 美国福特级航母可以拥有75架的舰载机 其中包括了20架的F-35C 24架的F-18 反观之 中国的003福建型航母可以拥有70架的舰载机 少了美国福特级航母5架的舰载机 其中包括了预警机 空警600 10-20的武装直升机 预测歼35 垂直隐形战斗机 还有中国的歼15战斗机 总数量舰载机 少了美国福特级航母 少了总共5架 而美国的福特级航母拥有3架垂直的升降机 能够从仓库中印在底层的舰载机到航母的甲板 而反观之中国的003福建型航母 只有2架垂直的升降机 运送舰载机到航母甲板 少了1架垂直的升降机 运送舰载机 而中国的福建型航母是使用常规动力 续航 供电力比美国的福特级航母更为安全 中国所研发出是50MW 120MZ 飞轮储能装置 这能够解决全船的供电问题 而且中国的战略主要是在沿海部分 就是沿海的部航副手 沿海的第一岛列和第二岛列 和驱离美国的公益性 支援台湾地区 所以中国拥有的地缘优势 弥补远程和动力航母远行的劣势 所以这003航母主要是不防在台海两峡的作用 以预防美国、日本或者其他地域、北约等 支援台湾部分的军事能力 现在中国的003航母已经在进行西装实验 以测量它的电池弹动系统的可靠性 以装置过程中 更有消息传出中国004航母 现在正在中国某地建造 这004航母是一艘10万级的核动力航母 它的名字应该是江苏舰 中国的湖人飞机也会不防在003和004航母 而中国制造的湖人 TP500湖人应送机已经成功的首航 它的最大航程为1800公里 现在有传闻中国的002航母 山东舰正在大远船长进行升级的安装 山东舰002号可能要安装电池弹射器 还有包括空井600 交付海军 中国的歼35也传闻会 安装在002山东舰航母上 山东舰已有一年没有公开入面 这次002山东舰的航母会有很重大的升级装置 其中会包括安装中国最新型的电池弹射器装置 山东舰的甲板出现两条模幅的航线 这仿佛是003福建型的航母 专设电池弹射器的工作盆 由于中国的002山东舰航母 是采用滑条式的甲板 倾斜的斜度在船头上 所以只能限制装置两条电池弹射器 在后甲板部分 山东舰航母上甲板的重要装置 已经一一被拆除 这是一项准备升级的电池弹射器 的预备工程 山东舰002航母的两架升降机 已经一一被拆除 山东舰正在安装电池弹射器 由于考虑山东舰的船头 不是垂直的甲板 而是倾斜式的滑药型航母的甲板 所以只能够在山东舰甲板的后部分装设两架 电池弹射器 这是使中国的002山东舰航母成为 首架为滑液型和电池弹射器混合型的航母 在苏联瓦解前 苏联的乌里扬洛夫斯科号也是一艘弹药滑形混合航母 由于苏联的瓦解 所以苏联这艘马里扬洛夫斯科号的滑药弹射航母 没有完成其建造的工程 苏联在解体前 曾经打算在瓦良格号装置滑药弹射器的实验 但是由于苏联的解体 这项工程没有进行 这个实验与现在三东舰的升级 安装电池弹射器的工程实为相似 三东舰现在002航母 已经拆除了原有的两架升降机 这是为了准备安装最新型的升降机 和舰载机的安装建设工程 为弹射的舰载机做准备工程 其中会包括弹射起飞的中国最新型的 升级装置 F-35垂直隐形战斗机已经可以提前服役于 还在进行电池弹射器的装置 和预测工程没有完成真正的电池弹射器的 作战能力 如果中国能在2025年之前 完成中国垂直隐形战斗机 殿35垂直升降服役于舰载机 会使中美之间的航母舰载机作战 功能没有差距 每只一只意为豪的航母打击能力 也会被中国马上赶上 而且中国的海军空警600预警机正处于发展的最后阶段 这是空警600投飞于正式的飞逝的最后一次的四航飞行 空警600是一种舰载的中型双引型预警机 这可以媲美美国海军的E-2鹰眼系列印子机 更有传闻说出 中国的002三东舰航母可能会采用 比如日本处云号的航母的方向 把华越系的航母的前甲板切割 而改换成平行的甲板 以变形中国专设电池弹射器 这使002航母能够装置三个电池弹射器 而使002三动舰航母成为一艘拥有三个电池弹射器的航母 使其作战的能力飞要性的提升 中国目前应该拥有类似型的造船技术能力 对于中国来讲 将整个华越系的全部航母甲板切割下来 并加装一个平甲板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中国海军愿不愿意进行这样的工程 而这样的工程会使中国的002三动舰航母 能够像003福建型航母一样 成为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平架板型弹射型航母 其中002型三东舰航母 比起003福建型航母 其整体的飞行甲板面积和机固面积会比较的小 在航母的舰载机作战的效率之间 应该没有太大的差距了 中国为什么要提升002航母专设电池弹射器 最主要的问题是华越型航母有一个最大的弊命 就是其短程的华越型距离很难使中国如笨重的异警机 在极短的飞要型距离中飞行起来 所以电池性的弹射航母还是中国海军切切所追求的目标 才能够媲美美国海军的战斗能力 一旦中国的002航母改装成电池弹射器和003三东舰航母 也有电池弹射器 这两艘拥有三个电池弹射器的航母 就能使台湾之间的海域形成全架工程于台湾海域 使中国更有效的控制台湾海峡所航行于台湾之中的海域 更有消息传出福建型航母会在2024年服役 这会创造了世界航母下水的最快的记录 这使中国会在2030年拥有五艘的作战航母 穿越于亚太海域中 正能够媲美美国海军的航母在亚太型中所扮演的作战能力 从而牵制于中 中国的003福建型航母正在进行 石电池弹射器和下水的赛装工程 预知中国002的三东舰改装工程 和003进行的赛装工程的进行 请看下集的中国003航母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Joe 谢谢 再位 非常好 太阳 todo 放大 鸣 i don't know what to prove about i don't know what to prove about